或者说只是呈现一大堆的数字给老板看 这不叫视频的话 所以我只会让用 例如说可能三色灯或四色灯 让老板去清楚的知道他的差异就好了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做给你们看 首先针对这个第一个 为什么我要把灯号放在第一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老板你只要看灯号就可以了 可以吗 假设校长他只要看灯号 那院长可能他要看的是包含这个数字 对不起 应该也许反正就是包含这些数字就对 反正就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成功的视觉化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如何去成功的达到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去年去年的一个比较成长的百分比 所以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我特别想要介绍是图示 图示 因为如果说用颜色 背景颜色 跟图示 跟图示 我觉得图示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就又在帮你去做分类了 好所以点选图示 我想要用的图示 看看你们想要用三种颜色还是四种颜色 像例如说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用 因为他有负值 所以我就用四个颜色 好 既然你用四个颜色 下面就有四个值 下面就会有四个值 首先 首先我们先写那个 大于数字 是大于 负五好了 对 然后小于 零 我给他黑色 可以吗 就是那个 就是进口 逆差 我给他 黑色 那接下来 我想要做的 就是说 如果是在 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就是说 零到 二十percent之间 这个叫做 就是震荡 震荡 或者是 你可以 也许你可以 设到这个 这个 是 小于 负零点一 好不好 零点一 这是可以的 因为 因为 如果跟上一期 比较 上下 十个百分点 我觉得这应该是 OK的 好 所以再过来这边 大于 等于 负零点一 可以吗 我这边改掉 用负零点一 到 例如说 这个都是数字 我喜欢用数字 然后小于 零点二 则是 绿色 绿色 绿色可以知道 就是 这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 视为是一个 不用太紧张 好 那 因为我已经知道 就是说 在疫情 台北市三级的时候 它会超过 50%的一个 进口的成长 所以我这边我设到 0.2到0.5 所以大于等于 数字是0.2 然后 小于 数字是0.5 我给它的是黄色 那大于等于 0.5 小于数字是 小于数字 假设是5好了 这是500倍 不是不是 不是500倍 这是多少倍 50倍 好 这应该是5倍 反正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就对 各位全部都改成数字 颜色是红色 可以吗 你重点是要凸选的 内容把它标为同色 因为这边的意义是 它是很重要的 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一样 这个百分比 所以按确定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灯号 这个灯号 你可以从头来去看 你可以从头来去看 好 因为这边是0 所以先不用吻它 然后你看前面都是绿色 绿色 偶尝可以看到黑色 代表说进口密差 好 不多 但是大部分是不是都是绿色 这才是正常的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 大量突然进口大量增加 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有一个状况发生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接下来 你看到了到了2014年 2015年开始 你看黑色是不是突然增加很多 这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再来 再来一直 而且持续 整个2015年 有发生什么事吗 为什么大的进口 而且是连续 一直跌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月 它是好多个月 都有产生这种进口密差 甚至还差到21% 2015年 反正 这是值得 就是请 请那个研究生去研究的 那 那 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有跟那个财政部 有做一些合作 那就要去思考另外一个现象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它的状况是什么 好了